第一届台湾极限铁人三项赛事 被誉为世界上最艰难的挑战之一 上个月在秀姑兰西市热血的开赛 一共有59人到场参加 最后完赛的选手只有20人 其中花莲市民田正环 是以18个小时40分43秒的成绩 完成了严峻的挑战 成为了花莲唯一完赛的选手 市长魏嘉贤9号的上午 特别颁发了荣誉状和玫瑰石鹤扁 恭喜他如愿的完赛 花莲市民田正环自行满满 穿上FXT台湾极限铁人三项完赛黑衫 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件普通的衣服 但是想要得到它却没那么简单 赛事当天选手们必须从秀姑兰西进海口 逆游3.8公里 随即骑上自行车从进浦出发 爬上海拔1644公尺高的新白羊 在路跑出发沿着中横公路 登上位于海拔3417公尺的 和欢山主峰终点 总距离226公里 爬升将近有7000公尺 但这个难度就是 它爬升 总爬升将近7000公尺 对对对 那就是越难 就是越迷人 对所以回想挑战 没有十足的把握啦 但是我当初告诉自己就是 即使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 因为它有时间限制 每一个关卡 每一个关卡有时间限制 如果在其中一个关卡 如果被停掉 那我告诉自己 是我往后的 的那个赛事 我还是会继续往前挺进 那样子 因为毕竟花了一年的时间练习 因为可能后半段有受伤的关系 所以整个成绩就掉下来 如果受伤的因素可以排除的话 我想应该还可以再往前挺进 第一届FXT台湾极限铁人三项赛事 被誉为世界上最艰难的挑战之一 上个月在修固篮吸热血开赛 总共有59人到场参加 但最后完赛的选手却只有20名 而田正环是以18小时 40分43秒的成绩 完成严峻挑战 排名第16位 市长为家先9号上午 特地颁证荣誉撞击玫瑰石匾额 恭喜他如远完赛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 台湾极限铁人三项运动 到底是有多艰难 那以全国来讲 总共59个选手报名 那实际上能够完赛的只有20位 而且能够报名这59位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所以这个赛事也是 全世界的铁人联盟里面 唯一认证的亚洲区赛事 那我们花联的田正环选手 跟他的团队 一起来完成这个赛事 真的是不太容易 那我们真的今天也藉由 一点点时间来表扬他 也希望他继续为体育来做努力 市长为家先也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 这项赛事包括游泳 自行车及路跑 全都是在花联举行 今年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有可能吸引到 更多国外的选手前来挑战 因此衷心期盼 未来有更多优质的赛事 来到花联 因为花联不仅是好山好水 更是办理各项运动赛事的 最佳场所 记者许立琴 花联市报导 花联市报导 未经许可 没关系 一只造成 花联市 有点监装 美国学生 7月8日 更多